第151集 像傅昌鼎他们这样的二品舞者 方平还真雇佣不起 现在都成了免费的打手 爽歪歪 傅昌鼎几人都打了个寒战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们好像入套了 可此刻 成立一个新社团的激情和荣誉感 也让几位新生有些触动 学生们 还没到非要计较利益的时候 多少在校企业 都是凭着一腔热情做起来的 至于工资 那是傻玩意儿 看着朝气蓬勃的办公室 人人都在讨论 接下来该如何做如何做 方平再次感慨 这一下就坐等收钱了 自己最主要的还是实力进步 琐事就交给他们好了 只要自己实力一天不被超过 社团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社团的发展 方平自己没太管 目前也只是校内送送快递 这点小事 对于一群精英大学生而言 真不算什么麻烦 方平也不需要太过正规 实际上也难以约束这些学生 他们不是自己的员工 不从自己这拿工资 目前都是凭借一腔热血在做事 过多的限制也约束 反而不是好事 2月14号 酝酿了一段时间 远方电商平台开通了魔武校内的资源兑换 前期 方平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直接在网上兑换 学生送货上门 一些学生赶个稀奇 不少人都花几个学分 换一颗普通汽血单 等待送货上门 尝试的人不少 当天平台接到了数百单 效果还是不错的 尽管初期大家还抱有一些忧虑 没敢进行大量的兑换 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当晚 方平请客 这次方平出了刺血 把第一个月学校下播的团费 五万块钱都拿来请客了 百来好人请了十桌 一桌五千块 对于这些还未成舞者的学生而言 这样的酒席绝对算高档次了 傅昌宁几人都有些不敢置信 方平还真舍得大出血 至于团费的事 几人都不知道 目前已就办公室主任周月红 知道学校下播了团费 其他人都以为方平四人掏的腰包 一起吃完饭 和普通大学那样喝醉的人倒是没有 舞者 尤其是非舞者阶段 几乎不沾烟酒 有些舞者倒是不在乎这个 到了舞者阶段 烟酒这些不算太避讳 可酒精有麻痹神经的效果 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 真正抽烟喝酒的舞者也不多 没了酒桌文化 善后的事也就简单得多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就行 校外马路上 看着外面酒红灯绿 小情侣一对接着一对 众人好像才意识到了什么 今天是情人节 傅昌顶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结果众人面面相去 半赏都没人吭声 这些舞大的学生 为了舞蹈 真正还有闲功夫谈恋爱的 真不多 能考上魔舞的 谁不在舞蹈路上付出了血汗 老外的节日 管他呢 方平不以为然 杨小曼几个女生 则是微微有些羡慕地 看着那些捧着鲜花的女生们 在魔舞 学生之间谈对象的 真的太少太少 傅昌顶比方平 倒是要浪漫不少 忽然跑了过去 没一会儿功夫 捧着一捧玫瑰 走了过来 你一只 你一只 这家伙 给社团的女生们 一人发了一只 结果女生也不是太多 还剩了不少 傅昌顶健壮 又给男生发 小和和道 过节嘛 都热闹人了 我们今天 不为儿女私情 耽误武道之路 等他日 我们功成名就 什么样的男人女人 都能找到 都别眼热了 魔舞的学生 还怕找不到对象啊 众人文言都笑了起来 少了一些失落 路边的情侣们 虽然还在 继续撒狗粮 可魔舞的这些人 也都眼高于顶 真要他们 随便找一个 也没几个人 会去做 傅昌顶说笑了几句 随手将玫瑰 插到方平头上 笑道 方平 想过以后 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吗 方平也不拿下玫瑰 将自己手中 刚刚发到的玫瑰 插在傅昌顶耳边 这才笑着回应道 温柔点的 不一定要多强的实力 但是希望能是舞者 有一些共同语言 他正说着 杨小曼有些诡异地 看着两人 眼神一样道 你们俩护子玫瑰 这是要进行四射啊 一边去 方平笑骂了一句 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询问道 你突破二批了 杨小曼这时候 也懒得了感情 文言露出笑容 又有些不甘道 我要不是受了伤 早就突破了 不过现在也不迟 争取大一解术 将四只骨 翠裂完成 大二 我们就争取 突破三品镜 上只骨六十四块 下只骨六十二块 无论一品 翠裂上只还是下只 进入二品 翠裂的骨骼 都在六十块以上 距离大一解术 也就五个月不到的时间 大二开学 则是七月不到 想在这个时间内 完成翠骨 平均一个月 得翠骨十块 三天一块 资源充足 还是能做到的 可资源不够 想做到这点 极难极难 起码 消耗的气血单 就不是小数目 他们进入二品镜 想补充气血 普通气血单 功效都不大 得一品气血单 哪怕三天一科 一个月得十科 半年 就是六十颗一品 气血单 售价一千八百万 何况气血单 也不是唯一 他们还需要 脆骨单加速 真想在一个学期 修炼到二品巅峰 没有两千万以上 是绝对不够的 三千万 也只是寻常 傅昌顶此刻也感慨道 五道修炼 越往上越难 等进了三品 我们不去地窟 都不行了 地窟任务 是赚钱最快的任务 进了三品 还指望做那些日常任务 来满足修炼 难如登天 所以到了那时候 要不进入地窟 赚取学分 要不就指望家里出血 感慨了一句 傅昌顶看向方平道 你突破的二品 也有一个月了 现在脆骨多少了 方平在交流赛结束 就进入了二品 现在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众人对他的脆骨进度 还是有些好奇的 没等方平开口 杨小曼忽然道 赵磊脆骨71块了 你应该比太多吧 四只骨126块 赵磊目前脆骨71块 这个速度绝对不算慢 大家上个学期 都赚了不少学分 前期的修炼进度 还是很快的 杨小曼昨天才突破 还没开始脆骨 傅昌顶这边 进度则是和赵磊差不多 大家突破的时间 都相差无几 方平也就比他们快几天 不过 他是三次脆骨的舞者 众人猜测 他可能脆骨 有75块左右了 见他们一脸好奇 方平笑咪咪道 哼 96块 多少 你逗我 方平突破才一个月 一个月脆骨34块 真以为大家是白痴 怎么 不信呢 我这些天 用了十颗脆体单脆体 用了几十颗一品气血单 补充气血 你们知道的 我气血恢复很快 不间断的淬炼 有这样的速度 很惊讶吗 可是 你哪来那么多气血单啊 方平都卖了多少气血单了 别人送的 谁傻了送你啊 傅昌顶说着 忽然想到了什么 小声道 宗师 你猜啊 猜个屁 傅昌顶撇撇嘴 有些不太服气 感情也是靠人支持的 方平成天把贫困生的身份挂在身上 可人家后面站着一位宗师 哪贫困了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赵雪梅 这时候眼神有些复杂到 身脆骨96块了 他在交流赛上受伤比杨小曼还要重 这时还没完全痊愈 想突破二品 起码要等到下个月了 下个月 他进入二品 方平呢 一天一块骨骼的淬炼 到了下个月 方平会不会已经淬炼完四只骨了 大家的差距 渐渐被拉大 直至差距大到永远无法追上 赵雪梅的心思 方平也有些了解 笑了笑道 下三品快一点 无所谓的是 等进入中三品 甚至上三品 那才是追赶的机会 王静阳之前就进入了四品 等我进了四品 他也许还是四品 等我成了宗师 他说不定还是四品 所以说 下三品的时候 没必要在乎这些 中三品 众人都有些唏嘘 中三品不好进哪 哪有那么容易 也就方平成天把宗师挂在嘴上 说说聊聊的 众人回了学校 方平回到宿舍 稍微休息了片刻 再次进入练功室 这些天 他虽然忙着平台搭建的事 可修炼也没耽误 从学校兑换来的脆体单 方平也用掉了十可 财富值 消耗得更是惊人 这才是他能短时间内脆骨达到九十六块的原因 扫了一眼系统 方平无奈叹息 五道修炼 就是吞金大户 那些宗师都吞了多少了 财富一千三百万 气血四百卡 上限四百三十九卡 精神三百八十赫 上限三百九十九赫 脆骨九十六块 进度百分之九十 一百一十块 进度百分之三十 从四号回校到今天 十天时间 方平脆骨二十六块 财富值消耗了接近一千四百万 这还是他自己也在不断用气血蕴养骨骼 才稍微减少了一些消耗 四肢骨总共一百二十六块 此刻的方平 只剩下最后三十块骨骼没有淬炼了 按照目前的进度 月底之前 他就有希望 完成四肢骨的淬炼 前提是财富值够用 要不然 他得耽误几天 靠自己慢慢酝养才行 唉 没了财富值 以后我可就不能每时每刻 都保持气血巅峰状态了 后续的修炼速度慢了不少 一旦遇到了危机 危险度也会更大 习惯了用财富值补充气血 一旦没了财富值 方平缺乏安全感 到时候 大刀在吸力 没有气血 方平也没办法肆无忌惮地发大招了 没再想这些 方平再次修炼了片刻 进了浴室 开始泡澡 这泡的不是澡 是钱 一次泡澡花费百万 有人比自己更奢侈吗 第二天 二月十五号 周日 学校没有大课 不过方平还是起了个大早 今天吕凤柔要带他去魔舞的精华区 方平也有些期待 避风港盘 吕凤柔来得比方平还要早 看到方平 吕凤柔也不说话 脉步便往魔舞南方走去 南部临海区域一直是新生的禁区 虽然都在一个学校内 可那边管理森严 平时新生根本不允许入内 方平跟着吕凤柔走着 走了一会儿 忍不住问道 老师 魔舞南部区域到底有什么 到了自然之道 不会是地窟入口吧 方平下意识地猜测了一下 吕凤柔淡淡的 地窟入口不在魔舞 不过很近 南部区域也有地下通道 直达地窟入口的 你想进去看看 算了 目前没这个打算 那就别问 吕凤柔也不搭理他 继续走着 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导师和学生 看到吕凤柔 学生们还好 导师们都是打声招呼 急忙避让 这态度让方平心中付费 吕凤柔在学校人员一般呢 走了十多分钟 两人才在一道大门前停下 南部区域 被学校人为地分割出去了 在这里 有一道高高的围墙 每天都有武道社的社员在这边巡视 包括一些学校的导师 围墙在学校区和南部区域 开了一道门 有舞者坐镇 看到吕凤柔带着方平前来 门口通道处 一位替着光头的中年壮汉 笑哈哈道 吕凤柔 这就是你受的心声 我听说 你这学生准备学期结束 挑战章语 现在这水平可不够啊 吕凤柔不耐烦道 哪那么多废话 开门 跟你有什么关系 壮汉也不生气 笑眯眯地盯着方平看了一会儿 一边开门 一边笑道 这小子进步倒是不慢 可下三品和中三品 还真不是一个概念 今年进入三品镜 还是有希望的 可张宇四品镜 小子到时候干脆认输死了 免得被打伤了耽误时间 方平笑了笑 也不接话 虽然不认识这位导师 可对方能和吕凤柔这么说话 不是六品 就是六品巅峰 在这种实力的导师面前耍嘴炮 用处不大 壮汉见方平不吭声 有些无趣道 现在的学生 越来越没意思了 算了 进去吧 下次不用你导师带了 想来自己来就行 谢谢老师 去吧 壮汉不再搭理的 靠在椅子上哼起了小尺 方平文言连忙跟上前面的吕凤柔 跨入了门槛 进入了学校南区 刚进入南区 方平就听到了巨大的海浪声 抬头一看 前方数千米处 居然没有围墙 也没有别的 直接通向大海 吕凤柔此刻也站在原地 但笑道 感觉事业都开阔了吧 在魔舞 学校大门只是一井 可那是人工警官 真正要说让人感受到自己渺小的 还是大自然 波澜壮阔的大海 海浪不断冲击海岸 有朝一日 人类征服了星辰大海 那时候 地窟也许也不足为据了 哪怕宗师强者 也不敢说自己征服了大自然 吕凤柔略略微感慨一句 接着就继续迈步前行 方平摇摇看了一眼远处的海岸线 接着马上跟上了吕凤柔 南区地方不小 魔舞占地三万亩 南区占地绝对超过五千亩 这么大的地方 建筑确实不多 没有其他几个区的教学楼 宿舍楼 在南区 除了一望无际的海岸线 便是零散分布着一些建筑物 吕凤柔这时候 已经走到一栋大楼跟前 转头道 这里是兵器锻造处 兵器锻造 对 合金兵器的锻造 你以为都是从兵器公司来的 错了 很大一部分 都是魔舞自给自足 在这里 可以进行兵器锻造 也可以进行修理 当然 毕竟学校精力有限 也只能满足学生自己的需求 我可以进行兵器锻造 我可以进行兵器锻造